大哥们 大哥们 快看我啊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蛋仔派对中的蛋仔 无论是剪道具 还是抱别的蛋仔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都是用两个手去抱的呀 什么 伙伴 你们不会以为所有的蛋仔抱东西都是用两个手吧 伙伴 错 大错特错 什么 我们的蛋仔岛中竟然隐藏着一个单手就可以举起东西的蛋仔 伙伴们 难道你们不好奇 那个可以单手剪东西的蛋仔是什么 我来告诉大家呀 众所周知 在蛋仔岛 伙伴们 我们正常的蛋仔 我们抱别人 伙伴 注意看 都是两个手呀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可能是因为别人太重了 如果你也是两个手抱别人 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呀 快看呀 有人不相信 我又随便换了一个蛋仔 僵尸博士 僵尸博士非常的强壮 伙伴们 难道你们也没发现吗 我用僵尸博士去剪加速鞋子 快看呀 僵尸博士也是用两个手才举起来啊 我又用僵尸博士去抱了别的蛋仔 伙伴们 僵尸博士竟然也需要用两只手才可以抱起别人 有人说蛋仔派对 我们抱别的 蛋或者是剪东西都要用两只手 伙伴 错 大错特错 我们的蛋仔岛上真的隐藏着 一只单手就可以抱起东西的蛋仔啊 伙伴 我在蛋仔岛找了三天三夜 我发现了一个蛋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在蛋仔岛中有一个蛋名字叫慈母童子牙 注意看呀 它在蛋仔岛捡东西 或者是抱起别的蛋 都是用一个胳膊就能完成了呀 你们知道了吧 所以呀 蛋仔派对中用一个胳膊就可以抱人的蛋 就是慈母童子 你们知道了吧 它只有一条胳膊 但是却能抱起别人